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,宜君贤历经了新旧石器时代和春秋战国、魏、唐、宋几个文化发展高潮时期。 宜君农民化在当地深厚的文化基点中映悦而生,并响于世界。 跟随向导,我们前往宜君简举和农民化的传习所,欣赏农民艺术家的精美作品。 你看这地上摆的,这些就都是农民化,是吧? 是的。 而且是连成符了。 是的。 这上面是简纸,而下面是农民化。 下面是农民化。 看上去似乎不一样,第一眼的感觉。 仔细一看,你会发现上面的图案完全是依照这个简纸而来的。 那老师们现在是在什么地方? 他们现在正在这个工作室,正在工作室。 我们跟老师们去打一个招呼,然后出来看一看一看。 好的。 走进屋内,几位农民画家正在创作新的作品。 刚才其实一进来,在郭道里面看到铺展开的,那是一幅连环的农民画,是吧? 是哪位老师的作品呢? 是杨老师的,杨秀琴老师的。 杨老师,您好,您能带我们出去看一看吗? 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作品。 好。 杨秀琴创作的这幅长卷画,共分为12个部分。 分别描述的是,农历12个月中,正月闹热火,2月2龙抬头,3月清明节,直至除夕大团圆的生活场景。 看到农民画,给人的感觉又是特别的愉悦。 首先呢,它的色彩是特别特别的艳丽。 反差也是非常的大的。 为此剑字,这是农民画。 是,您的这个农民画的作品,就是通过这个剪纸而来的。 像第一幅,这写的是,正月里来闹热火。 这是闹热火。 这是个划船子。 这是萨丝子。 这是刨毛女儿的。 哇。 这是过去的扭腰个。 扭腰个的。 这是大腹的。 它穿的都是裙子。 在正月闹热火的一幅画中,杨秀琴几乎把所有的社会活动都同时展现出来。 仅仅一幅画,就描述了正月里热闹的节日气氛。 您是凭借自己曾经过去的一些想象, 想象里见过,经历过的。 一些记忆,一些想象。 把记录下来了。 记录下来了。 啊,这就到了二月了。 这是二月,二月,龙抬头。 龙抬头,有两条龙。 宜军农民画,源于农村,表现农村。 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。 杨秀琴的画中,不仅展现出了陕北高原的风土人情, 生活习俗,以及农事活动, 还融入了他个人生活经历中难忘的记忆。 耳朵上,给摸的都是熊黄。 熊黄? 熊黄,重要材的一种药名。 那为什么要在耳朵上摸这个呢? 在耳朵上摸上熊黄,这个虫子,虫子不进去。 过去人都可以忘了。 在农历五月的时候,这个时候虫子比较多,是不是? 他这种艾草,艾草就是防止疾病虫灾对人体侵害。 我觉得老师在讲每一幅作品的时候, 其实每一幅画面都可以讲出来一长串故事,是不是? 因为是以剪纸为基础而创作的。 宜军农民画的线条粗广明快,画面的构思天马显空,充满了想象力。 你看,在这个门里还有一只猫。 这是门连上面是一只猫。 所以说在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,其实没有一个束缚,是不是? 而且在这些,不管是动物还有人物,它的大小都没有一个固定的套路的。 想多大就多大,你看这个喜削其实快和人一样高了。 采访中我们得知,这幅长俊画的剪纸创作,杨秀琴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。 从剪纸到绘画完成,又用了半年的时间。 和杨秀琴一样,一群当地的农民画家都没有绘画的基础。 他们每创作一幅画,都必须用纸先剪出图样来,然后描绘到纸上。 再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想象,图上对应了颜色。 您这幅作品是画的什么? 这个是我们宜君的魏长城。 魏长城,看出来了,这是一二三四,有四个风火台。 就是宜君的这几个敦台,是不是? 其实这就是宜君农民画的一个特点,与其他的一些绘画画出来的长城比较。 虽然说没有其他长城那么雄伟,看上去那么明快,明显。 但是农民画画出来的长城就非常的抽象了。 让人有很大的想象的空间。 在下面的这个应该就是沿着长城的这条国道。 现在是车水马龙的。 现在看您是在勾勒。 把它勾勒好了之后,上色的环节是很重要的。 您是怎么构思的呢? 比如说这幅作品,您来跟我们说一下。 我们这个主要是画成的时候,主要是要突出长城,突出未长城这块。 然后让外边能看到我们宜君现在的繁华景象。 那就是也是通过这个色彩的差异来突出。 那长城是什么颜色呢? 长城这块,因为我们这是黄土高原,这块大概是用黄色的表现出来。 在上面,将来用蓝色的上,这块以后就是设计成一个,也是一个蓝色的表子。 就是天地相互辉映的那种。 那这幅画,因为刚才我听王老师说,一共在这个农民画当中,一共有30多种颜色。 对。 哇,那用进去了以后,可能有些颜色只是一些细微的差别,但是也会轻巧细选。 对,对,对,对。 宜君农民画的用色特点,是以传统的刺绣为基调。 大红大绿,黑白相碱,随心点缀。 一片树叶可以涂多种颜色。 衣服着色不分男女老少,红红绿绿,五颜六色,艳而不俗。 每幅画,都给人以热力明快,奋进向上的艺术感受。 除了用色的特点外,独特的艺术想象和超越空间的艺术构思,是宜君农民画的最大特点。 好像这看上去是一个正面,但是在侧面又有鼻子,又有嘴。 这就是我们宜君县的那个农民画的特点。 三面人,三面人,看,这个就是,这个是两面人,有一面人,你看,这个是一面人,这个是,看,这个是两面人,这也是两面人,你看,这个是一面,这看起来又是一面。 这就是头,就是形容动态,一会儿头在这,一会儿这,一会儿那。 其实这样的话,就使这一幅平面的画作看起来立体,动起来的,动静结合的这种感觉。 就画本身来说,宜君的农民画,超出了常规的三度空间范围,似乎超越了现实。 但动静结合的艺术形式,使得画面更加生动,让人强烈感受到浪漫主义的同时,也创造了神奇的艺术形象。 这幅农民画是,就像刚才您说的,那幅画是两面,这一幅,你看,看它的面部,就是三面的,正面是一张脸,但是用我的手来遮一下,你就会发现,这就是一张,鼻子,嘴,眼睛。 这边又是一面脸,是朝这个方向,就等于说三个方向不同的,也就是说,它在描述的是一个很动感的画面,它的头是在来回转的。 那为什么会是要想象出,会创造出这样带动感的一个画面呢? 这是虎娃嘛,因为娃都不好,都好动。 就是这边一下,那边一下,用这种三面人的手法,就表现出来,它好动。 好动,活泼。 这是一个虎娃的形象。 在宜军农民画中,隔着骨皮你可以看到和肉的形状,可以看到不停地摆动着头吃草的马,以及许多的三面人。 整个画面神奇而真实可信,超越现实,却又欲语深刻。 这种风格特色在国内画坛是一个创举,它与西方著名画家毕加索·马蒂斯的现代绘画十分相似。 也正因此,人们把宜军的农民画家誉为东方的毕加索。 宜军农民画虽然起步较晚,但从1957年至今,已有几百个作者的名字建筑报端。 许多作品曾获得过国内外的大奖。 现在,比如说老师们创作一幅农民画的作品,现在是在市场上有拿出去卖的。 有。 那一幅画大概能卖多少钱呢? 一幅画就是1200到1800。 今年德国的那个,一个爱好那个民间艺术的作者,德国的人,到我们这儿收了70多幅农民画。 作者每个人基本上都上了万,一次就卖一两万块钱。 除了外地人慕名而来购买外,农民艺术家的作品还可以通过网络的形式进行销售。 据了解,王改寅组织的传习所每年都会免费组织培训班,他们正努力培养后继人才,使得宜军农民画能够继续传承和发展。